有花友问我 他说哪种情况不能用菌肥 首先大家一定要了解 菌肥是个啥东西 菌呢 就像咱们人 这个口腔里面也有菌 肠道里面也有菌 对吧 所谓的一些菌肥呢 就是植物土壤里面 它能够跟植物协调生长 这些个益生菌 你像一般的有库草牙包干菌 固旦菌 解磷菌 还有一些个烂七八糟的菌 反正很多 你简单的一盖它一个什么点呢 菌肥这个东西 它只不过是帮助植物盆土里面 来活跃这个土壤 因为菌群还有一个特性啊 菌肥 它是群居的 如果说它盆里面都是一生菌 这种杂菌就很难进来 你就比方说咱们人是吧 你口腔里面有很多一生菌 这是两个人接吻 还能那个什么什么 这个咱们不扯 食物对于菌的一个需求呢 不是那么高 不是那么高 所以说菌肥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一旦你用的 你比方说你用的什么呢 这个是泥土 又放入了这个粪肥 你感觉发酵的不够完全 或者说你想要堆肥啊 这个东西是需要菌种来介入的 是需要菌来降解的 你比方说咱们现在街杆还田啊 现在大田里面都开始用菌肥了 因为你不用点菌的话 这个街杆发酵的慢啊 腐熟的慢啊 所以说要用一些 你简单一盖它 没有哪种情况不能用啊 你主要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影响啊 哎不干嘛 没事啊 你该用的用就行了 还有一个那些菌肥有很多的这种名字 是吧 什么土耳花花剂 什么植物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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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哎呀 很多名字 你简单一盖它就行了 菌肥没那么神奇 就像 19世纪的酸奶 刚出来的时候 西方都把它认为 啊是神药 我天 天天跪到奶厂门口 求着给一口酸奶 你一懂就完了吧 就跟 其实菌肥这个东西 叫人喝的酸奶 懂吗 小伙 这样就懂了吧 对了 我给你科普一个 你以后结婚生孩子的事啊 像小孩出来的时候 刚出生的时候 他的消化能力不够的时候 是不吃药的 也是吃一些个医生菌 之前我孩子也吃过 这样就懂了吧 啊 但是趁吃不起 简单一盖它就行了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我老花一 点花自然一 白了 嗨 嘿嘿 嘿嘿